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可以邀请到两位 简直就是大家夏季的最新 我要先说好险我们先敲到医生 因为夏天状况太多了 所以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赶快去求助一下 对不对 可不可以请医生先跟我们说 到底会发生哪些事 一般夏天就是它温度比较高嘛 那所以温度只要升高一度 我们皮脂腺分泌就会增加6% 所以其实夏天就是一个皮脂腺会比较分泌很旺盛的情况 所以其实夏天我们最常见的最困扰的肌肤问题 大概就是痘痘 那当然还有其他 比方说夏天我们会流汗 那身体就比较不甘爽 所以常常会遇到一些像 像维菌汗斑这种问题 然后大家出去玩可能又会晒伤 然后可能晒黑皮肤比较干燥 然后甚至会有一些像毛毛虫皮肤炎 或蚊虫叮咬的问题 每一个听起来都超级可怕 但是我的心思停留在痘痘那里 因为我以前自己就是被痘痘给侵害的人 我也是 结果听说小小也是 你现在皮肤超好的 我其实曾经是额头一掀起来 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痘痘 真的 但是我是到国中开始觉得 这样子不行 我一定要从清洁着手 我就开始去研究什么样的洗面乳 适合我的肌肤 所以我就开始慢慢摸索到 自己的肌肤是混合的 自己加油先加点敏感 然后摸出了一条血路 然后也特别去多多留意了 某一些的清洁产品 像是沐浴乳 然后或是洗面乳 我都会特别的想要去 可能至少是适应自己肌肤 我不敢直接洗面乳先洗你 我一定要先试过手 确定我的手不会过敏 不会长痘痘我才敢 不过敏测试 对 没错 因为痘痘如果你不小心 你没有很认真去保养它 久而久之间一直摆着 不动它的话 其实有机会变成 可能大闷痘 大油痘 年龄你就慢慢从好的肌肤 一些些痘痘 然后再变成那种大烂脸 那个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我现在觉得 他就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 他刚刚说他痘花妹 我现在看他 他不要说一颗痘了 他连毛孔都非常少 我们讲话实在一点 不要说人家没有毛细孔 原来没办法呼吸好不好 还是看得到一点点毛细孔 但是皮肤非常非常好了 你刚才就提到清洁很重要 对 没错 这件事我也常常告诉我身边的朋友 清洁为保养之母 你要把它照顾好 真的 但是你刚才也有讲说 以前可能不晓得怎么样卸妆 对 怎么样洗脸 我非常讶异 直到2022年 还是有人卸妆都挑错 这个一定 这个一定的 你知道吗 像很多人画了大浓妆 那他们就会用卸妆油 可是乳化又不完全 医师一定常常碰到这种状况 对不对 他们不知道乳化 结果就这样子 继续下一个步骤的系列 就没有洗干净 也没洗干净 那当然痘痘一定会肆虐 我建议大家 因为接下来又是夏天了 所以一定要先把这个 卸妆清洁的步骤做好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的话 你可以选择一个 不需要去乳化的产品 简单 轻松 你就泼泼水 因为它的效果很快嘛 对 马上你就可以感觉到了 譬如说像这种卸妆液好了 因为它的感觉是 比较清爽一点点的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真的假的 你现在手上都还没东西 对不对 就这样子 我还有东西 轻轻涂开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顺效的成分 所以它真的是可以非常快 就帮你把你脸上的很多残妆 全部都已经去除掉了 我有点不相信 很适应想要来披馆 对 有点不太相信 因为卸妆油 感觉都还是要你要搓很久 搓个一到两分钟 它才会完全卸干净 我有点不太相信 那你想要怎么挑战 那我试试看我的口红好不好 好 你试一下 如果我踢管成功 你会不会很合我 不会我们就剪掉重来 没有啦 一定是好东西 才会跟大家讲 因为这个我自己有用啊 这个这么红 一点点就可以了 真的只要一点点 但当然还是需要揉搓 不需要去再用水去乳化 但是你使用它的时候 请你先手干 脸干 然后你就这样子搓揉 搓揉 其实刚刚一起它就已经开始要化了 对 搓揉你看是不是 哇哇哇哇哇 有没有就这样融出来了 有有有有 好 然后我们一般自己在家的时候 然后就会把它拿去水龙头那边清除掉了嘛 对 可是现在没有 我们一样用湿纸巾 湿纸巾吗 湿纸巾可以擦掉 你简单湿巾 就这样子 我们不要做假 一抹过去喔 那我要中间故意这样子 是不是一条 有没有马上 真的可以耶 一次卸除对不对 但还是提醒大家 手干脸干的时候使用 那个效果是最好的 对 然后一清除你就会发现 你的皮肤的质感非常好 对 很舒服 然后妆又卸干净了 所以请大家在夏天的时候 先找到一个对的卸妆产品 因为这样你把包养的妈妈顾好了 接下来的步骤就会很简单 好不好 没错 还有你刚刚也说了洗脸也很重要 对 洗脸我觉得质地真的要特别挑 比如说你已经是长了满脸痘痘的人了 可能不要再去选里面有加一些磨砂的东西 对 或者是洗完很干 你知道常常很多人说 我觉得我的皮肤超干净的 因为洗完都是干绷的 对 你不行这样子 对 那样反而会让你可能出油量 又会来激增 然后长出更多可怕的东西 没错 这时候我是真的还是希望大家 你在选产品的时候 就要选到一些比较 它的质地是舒适的 可能像这样子有没有 擦出来以后 这样一画过去 它是洗脸的吗 它是洗脸的 好像乳液 对 它不会起过多的泡泡 因为它里面没有添加皂碱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产品 然后也没有添加过多的界面火星剂 因为如果你的肌肤在敏感的时候 加了这些 真的是给它太多负担了 有可能会更严重 然后你看这个 它这样滑过去 很像一种我们会吃的东西 优格 对 因为这个 它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就是优格 所以它有添加很多的益生菌 然后我自己在洗的时候 我会觉得它画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不会让你的肌肤有那种被 什么东西碾过去 你知道有的太干 或者是 它里面添加东西太多的时候 成分过多 对你的肌肤反而是不好的 是不是跟它脱皮 对啊 我有看过有人洗完你眼中 他用那种很强的清洁产品 然后最后直接到大脱皮 洗得太干净了 他第二天第一次都洗得上妆 到这边全部都是脱妆的状态 有没有碰过洗脸洗太干净 又要去找医师了 医师就是这样才会这么忙好不好 辛苦你死了 那有痘痘血泪史 过往的巧巧 你现在自己选洗面产品 其实我是喜欢慕斯 像我现在用的产品就是这一个 它是慕斯型的洗面的 我原来手上给你们看 如果蛋糕的压花也都可以像这样 这么快速做出来就好了 它非常像奶油 重点是它的泡泡非常的细致 因为它含有100%的碳酸泡泡 它的气泡其实比毛孔还小 所以它很好清洁 因为像如果我们用那种一般的洗面乳的话 很容易让我们的鼻翼跟可能下巴 累积更多粉刺 它的话是完全不会 而且它一抹 你看就已经开来了 好水喔 它就已经化开了 很像奶油一样 你知道如果自己要打出这么绵密的泡泡 要花多久时间吗 听说它100次 这超适合懒人的 对 那它洗完之后呢 也很厉害 它可以去暗沉 你看喔 瞧瞧它的手已经这么白了 它竟然还可以更上一层楼 它整个人要透明了 你看 它就比较红 比较粉 对 这边感觉透明感出现了 对 而且 它还是有淡淡的海洋 像你们的河洛网一样 你刚挤出来的时候 我就有闻到了 很舒服 洗脸的时候就是想要这种疗愈的感觉 很细致啊 很香耶 那我真的很谢谢医师啊 因为他一直在旁边 给我们一个尴尬而不失 一个美好的微笑 他说你们两个人 还要在这边卖弄专业多久啊 医师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不管是洗脸的过程 或是挑选的质地都对吗 要不要教一下大家正确洗脸方式 其实我觉得大家讲的都对 而且我也很赞同 就是洗脸也要很疗愈的这件事情 因为洗脸的东西 其实一般都还是要含有界面火星剂 才能够清除的够干净 那在挑选界面火星剂的时候 其实我会建议可以选择 天然的界面火星剂 可能避免掉一些石化的界面火星剂 那这样对肌肤 比较不会那么刺激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洗脸的温度的话 尽量不要太高 就大概差不多像是体温 或是稍微再低一点点 这样子的温度 那比较不会说洗得太干净 带走太多的油脂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 有时候就是像这样子 已经起泡过 当然就可以直接食用 那一般我们在洗脸乳 在那个起泡泡的过程 尽量就是先让它 稍微有一点起泡的再抹到脸上 就尽量不要用很高浓度的卸妆 或者是洗脸产品 直接在脸上这样子化开 然后再来就是减少 就是像这种洗脸产品 跟脸部的皮肤接触的时间 OK 就磨擦这件事也要注意到吗 不要一直去 对 磨擦这件事要注意 特别是如果是已经是 抹落肌或是痘痘肌 可能就不要使用太多 那种磨擦类的产品 然后你的角质层已经很不稳定了 你还在去破坏它 那可能会造成后面更严重的后果 难怪我今天会让它以后就洗错 而且我温度又超高的 痘痘肌有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会以为要越干越好 对 可是真的不是这样 我们要听医师说的 而且医师啊 他还有跟大家要分享一件事情 是当你的脸部 还有一点点水分的时候 好像就要上后续的保养品了 对 为什么啊 这个就是我也会一直强调 就是大家都会以为洗完脸 很多人洗完脸 那我可能去晃一晃 做点什么事情 吹个头发再来保养 那这样其实是比较不太好的 一般会建议脸上 稍微有一点点水分的时候 其实就要开始擦保养品 才能够把那个水分 稍微比较锁住这样子 你要一鼓作气的全部做完就对了 对对对 那你有这样子吗 有 因为医生讲的就是我们会做的事啊 要洗完脸的就想说先吹个头啊 洗完头先 先让你的头发可能什么 吸干之后 过半小时再开始爆料 那你皮肤就很干 你要补充很多东西进去 没错 因为那我们都做错了 痘痘肌的话 我大概就会蛮建议 就是可能挑选酸类的保养品 比方说像水羊酸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可能维他命C那一类的 它其实也是可以亮白皮肤 可以去淡化痘巴 抗老的需求 可能我们就会建议一些生态类啊 或者是比较高溶度的果酸 或者维他命A酸的持续性的保养 那或者是说如果假设 它的皮肤是比较敏弱肌 那可能我们就要挑选 比较含有神经吸氨或者维他命B5 那尿囊素这一类的成分 那比较会符合它的体制 一增长的就是我们会做的事啊 要洗澡脸的就想说先吹个头啊 希望你的头发可能是什么 吸干之后 过半小时再开始包一样 那你皮肤就很干 你要补充很多东西进去 没错 那我们都做错了 那医生 那接下来大家平常要在上的 这些保养品 你会怎么样建议大家再做调选 我觉得这要看目的 比方说如果是痘痘肌的保养品 它一定会跟抗老需求 那或是其他需求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如果假设是痘痘肌的话 我大概就会蛮建议 就是可能挑选酸类的保养品 比方说像水凉酸 因为它可以很规律的帮助角质的代谢 这就是痘痘救星啊 这可以一定要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可能维他命C那一类的 它其实也是可以亮白皮肤 可以去淡化痘疤 那痘痘肌会比较鼓励 像这样的保养 那当然可能还会有不同的需求 比方说抗老的需求 可能我们就会建议一些生态类啊 或是比较高浓度的果酸 或是维他命A酸的持续性的保养 那或者是说如果假设 它的皮肤是比较敏弱肌 那可能我们就要挑选 比较含有神经锡胺 或者维他命B5 那尿囊素这一类的成分 那比较会符合它的肌肤 那再来所有肤子都适用的 可能就是像是玻尿酸 那只要是有保湿需求 那其实基本上大概不管你是 米若肌痘痘肌 那这一类的产品 可能都算是温和跟适合 医生刚才讲了很多这些成分 其实就是痘痘肌的朋友 都会用到的 像水洋酸嘛 那你自己以前 因为也是这样子被肆虐过来的 是不是也都会特别重视这些成分 其实医师刚刚讲的 我该用多用过 甚至是不对的时间我都用过 像我在很小的时候 国中的时候 然后我就不常常开始用什么生态类 才能用错 然后导致我肚子都更严重 但我现在已经找到 就是适合我现阶段的年纪的一些保养品 一个是这一个 它是含有酵母的化妆 所以可以称为就是 平价版的小SK2 对 我可以晒妆给你们看看 小神仙水来着 这一罐火烧极蜜鹿它真的很厉害 它是含有珍贵的草本植物 这样萃取出来 所以它的成分非常的天然 我用它的方式 我不会直接用抹的 因为有时候我会很随便地抹 那我会这样子按压 好搞刚好 有种醒肌的感觉 真的有在认真保养 清醒 清醒开来 然后呢 让它这样吸收一下下 有没有 就马上感觉有更加的厚的感觉 这个时候 我会接着马上上 真的这样我就不会偷懒了 我会接着马上上这一罐 净白积萃 但是我使用它是有原因的 第一个它非常地好保存 像它这个铜 我喜欢这种按压式的 因为你不用自己再去用手 可能会有污染的问题 说话说来 因为有一些其他模式的精萃 你需要可能这样低压什么 它接触更多空气 它不会 它完全是真空的包装 它可以这样子积出来 就细细的一条 而且它含有高浓度的 跟苹果萃取 使用它之后呢 我们的肌肤就可以跟苹果一样 抗氧化 会变黄黄的啦 对 苹果它的萃取物很厉害 它真的是抗氧化抗老 没有问题它真空包装 每医生最在意的就是这个 对不对 一定都要教你的消费者们 要去讲说 不管是成分也好 或者是它里面加了 什么样厉害的科技 但是它的包装这件事情 也很重要 像这样它就不会破坏里面的活性 因为真空包装它可以避免 就是保养品跟外界接触 它比较不会有氧化的问题 有效成分一旦氧化 可能效果就会降低了 对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 真的也很适合懒人 你就不用再去找一个挖勺 要去把里面东西挖出来 它是不是可以保存比较久啊医生 如果是真空包装 一般保养品是跟外界是隔绝的 没有空气就不会有氧化这个问题 那保存期限会比较长一点 在使用上 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像这样子的 或者是这种低管式 我觉得也很好 只要不要任何东西 其实都要跟你的手接触到 对 比如说像这样子 你看就是轻轻一挤 有没有 然后这样子不会接触 那滴完了赶快再把它锁起来 也就可以隔绝空气了 那像这个也是 我觉得像现在夏天 如果你不想要擦太多 很黏腻的东西的话 你可能就是轻轻一滴管 然后把它这样子薄薄的按摩一下下 因为它的延展性也很好嘛 那其实它的保湿效果 就可以做到很不错了 我想试试 来 你要不要试一下 有点想试试 这也是刚才那个优格成分非常多的品牌 很舒服耶 因为里面也是一样都有很多益生菌 现在不管是体内也好 或是在一般皮肤外 益生菌都还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也很舒服 都很舒服 两个舒服是不同的感觉 你的手越来越漂亮 刚才聊了一些是保养品它本身有很棒的作用 所以可以帮你深入到基底嘛 但是有一件事情 是如果你角质没有去的话 它就像是一块大的柏油马 主在的脸部肌肤的表面 你擦什么再贵的都是白搭啦 你买再贵 OK 可能手指头变得很柔嫩 因为手吸收了 等脸都吸收不进去 所以我觉得去角质这件事情 在夏天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没错 不晓得大家 有没有还是去好好的检视你的脸部肌肤 如果发现真的特别的暗沉的时候 或是觉得哪里的角质 真的变得比较厚的时候 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到去角质这件事 那我觉得像我个人有点懒 我不想要用那种很磨砂的产品了 我可能就会用像这样子 它本身里面就有加 刚才医师提到的高浓度的水洋酸 因为水洋酸就是可以深入到毛细口里面 对不对 然后对痘痘肌肤都非常好 有很棒的功效 那你只要这样轻轻的擦一擦 擦拭完以后 就继续上你后续的保养品就很好了 但如果你还能比我再更懒的话 你真的可以选择用欧洲只要一次的 这种生青面膜 好 因为除了刚才讲到的水洋酸 它还有再加上高浓度的果酸 医师这两个加乘起来 是不是就蛮无敌的啊 因为水洋酸它比较是脂溶性 所以它是比较是在皮肤的表层 那因为果酸是水溶性 它就可以比较生透到皮肤的基底层 所以长期保养的话 就是说除了角质的代谢会比较好之外 那皮肤的胶原蛋白也会增加 对 那你如果真的是 比较没时间做这些事情的人 那你就一周来一次好了好不好 然后它挤出来 还是一个很漂亮的蝶豆花的颜色 真的啊 就如果它是用在美妆产品上的话 你就会把它称之为 独角兽的眼泪 这种色号 这么美的颜色 很漂亮 给大家看一下 挤出来有多漂亮 哇 跟主持人今天的衣服一样 有搭 有 全身偷偷look 那你自己有在做去角质这件事吗 我其实会 我蛮重视去角质的 因为我也很清楚知道 如果我不做好去角质 可能我的保养品 没办法吸收进去 那我很在意身体的去角质 因为我曾经背部有过毛脑眼 所以我很在意 那我使用这个去角质呢 它一周 我是使用大概一到两次啊 因为我的角质层比较厚 尤其是像女孩子的这一边啊 手肘膝盖 膝盖啊 然后或是背部 我觉得背部也要去角质 那它的话是百柳树皮的T恤物 它是一种天然的水洋酸 它有舒缓肌肤的功效 所以它边帮你去角质的时候 它又边可以舒缓 这样就会比较舒服 我应该移到每周啦 去角质一到两次 然后会去除肌部 但是我一定会带到背部 然后我使用的话 会停留两到三分钟 然后再做清洗的动作 刚才晓晓提到 它甚至连背上都有毛囊炎了耶 医师 毛囊炎在夏天 是很容易见到的事吗 对啊 其实毛囊炎跟痘痘 其实成因是差不多的 所以身上只要有毛发的地方 就会有毛囊炎 那毛囊炎当然一开始 可能就是一个 角质代谢的不正常 然后再加上油脂分泌 非常的旺盛 那这时候 就会形成粉刺的状况 那这时候 如果再加上 抵抗力比较弱 如果一个细菌感染的话 就变成所谓的毛囊炎 有毛囊的地方 就有可能有毛囊炎 所以像是头发 背啊 其实身上任何一个地方 都有可能 对不对 我觉得大家在夏天的时候 你可能要去检视一下 你在用的洗髮精了 如果你还在用那种秋冬里面 就是会要加很多精油的 可能会比较容易阻塞头皮的话 建议大家还是可以 稍微更换一下产品 比如说现在夏季容易出油 出汗 那所以像这种是可以去掉头皮屑的 或者有控油 抗旱 甚至是有把黴菌 包子这些都可以稍微抑制住的产品 我觉得就很好 感觉很厉害 然后我觉得也可以 特别选一个重点就是 它是台湾制造的 因为台湾的气候真的是太炎热了 真的真的 你选到一些北欧 或者是南韩 这种严韩地区的话 那它可能就会添加过多比例的精油 导致你的头皮 就会比较容易出一些状况 那你自己的话 我其实最近爱用的话 是因为我有染头发习惯 我开始使用这个护色洗髮精 就现在还蛮流行的 那种特殊色 这个洗髮精它蛮厉害的是 它是百分之百纯素洗髮精 含有那个纯素 纯素啊 你说vegan那个纯素吗 对纯素级洗髮精 就是如果你善良到 连一个蚂蚁都不愿意伤害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洗髮精 没错 重点是它含有食用级燕麦蛋白 可以增加头发的水润 那像它假如说你是染灰色头发 对不对 它就有颜色 你就可以使用它 这一罐是洗灰的 你头发就会越来越灰 不会那么快 可能一个礼拜 你就变成精髮了 用错洗髮精的话 夏天你又会常常洗头 你可能真的像你讲的 一个礼拜没了 没错 它还有紫色 除了灰色之后 如果你染紫髮的话 或是挑染 其实这两罐都还蛮适合的 而且它是木质调的香分 只要木质调我就有兴趣 洗完它你头发 我想要的是舒缓的感觉 不只是可以让你头发 可能直接 怎么讲增加一些清洁 还有水分 我觉得它还可以 让你的头发更有光泽度 就是有那种 女神光 法丝光的感觉 你今天提的东西 稍后都把这个list给我一份 好 我觉得很不错 没问题 因为我自己很爱这些有的没的 我就会乱满满一堆 但我刚刚看你的 我觉得你的头发又漂亮 皮肤又好 真的很难想像 你以前状况那么多 我真的很努力保养 花很多很多心思在 可能我不只是清洁 还有保养品也是 因为像我之前的毛狼烟 为什么会引发呢 原本是长得一点点痘痘 大概三四颗 我没有很在意它 我就把它摆着 我也继续用那些 可能比较重乳型的沐浴乳 接着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 我开始从几颗变成一片 然后再变成半倍全倍 我就开始觉得真的很可怕 所以我最近找到了这一款 就是PH6.5的 氨基酸型的沐浴乳 它是适合婴儿也适合孕妇 也适合老人家 任何人都可以洗的 连婴儿都可以跟你洗同一罐 没错 都可以洗 而且它有两个味道 这一罐是海洋的 然后这一罐是樱花的 如果是偏干 或是偏敏感的肌肤 或是像我一样 有毛囊炎按底的人 我觉得就蛮适合使用它的 因为它洗完之后 你不会觉得特别的过干 因为有时候你洗得过干的话 你也会引发毛囊炎 它是刚刚好保湿 然后可以做好正常的清洁 它又是植物性的氨基酸 可以取代化学的界面活性剂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棒 我自己很喜欢海洋的啦 尤其是夏天快到 但这一罐是女孩子们 最喜欢的櫻花香香味 比较甜美的感觉 对啊 甜甜的 就有点像喷香水耶 但是它的持香性 我想要特别讲的是说 因为很多产品 它的持香性太强了 你一整天都有 可是它这一罐 它没有主打说它有多持久 它反而是告诉你说 我两个钟头以后 就会慢慢淡化 我觉得这样子很好 因为代表它没有添加过多的香精 而且它很诚实 对 你刚才又说嘛 它连孕妇都可以用 不可以连孕妇都骗吧 对不对 但我们使用起来要很安心啊 对 这个真的很不错耶 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很棒 这个我可能是一杯茶 你看 凉杆这个东西 我还蛮喜欢的 特别是在私人里吃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因为女孩子很容易悶 当然穿牛仔裤 或是你穿裙子还要穿安全裤 所以我就会特别使用这一种东西 这一款我有用过 我喜欢你刚刚讲的凉杆 而且它的凉啊 就是栩栩风吹来的凉 不是你吃了 airwaves 然后吹一个风 你就感冒的那种凉 不是 很有趣 它的持香性啊 我想要特别讲的是说 因为很多产品 它的持香性太强了 对 你一整天都有 可是它这一关 它没有主打说它有多持久 它反而是告诉你说 我两个钟头以后 就会慢慢淡化 我觉得这样子很好 因为代表它没有添加过多的香肌 而且很诚实 对 你刚才又说 它连孕妇都可以用 不可以连孕妇都片白 对 但我们使用起来要很安心啊 对 这个真的很不错 我真的觉得这个很棒 这个我可能会洗衣服 所以你是我想问 像刚才她的状况 背上也有 对 然后她脸上也是 是 曾经开过痘痘万人趴 是 那会不会连私密处这种地方 都有可能会有毛囊炎 像毛囊炎 其实就是有毛髮的地方 就会有毛囊炎 那私密处 当然也是有可能有 而且私密处有时候 夏天就更门热 那有些人不但穿就是 你说穿好几层 可能还要再穿一个弹性袜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会更门热 这个你也有东西可以分享了吧 这个 这个是我特别的在意 因为一般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我觉得台湾女生 不太知道一个观念是 你的沐浴乳跟你的洗髮精 还有可能你的私密处 情节要分开 有些女生会想要一起 可能 你说她拿洗头的 也洗私密处吗 对对对 没有洗 洗身体的洗私密处 但我有听说过一个朋友 是她直接 可能刚好那天洗头的美了 她用沐浴乳直接洗头 说得过去 对对 她有这样子的经验 但她也从来不是一个 会去注重这一块人 可是我 因为有这个体质 我就很害怕 所以我特别找了这一罐 精脆节日露 它是两感型的 然后呢 你洗你私密处的时候 你肌肤可以同时感到两感 因为我觉得两感 这个东西我还蛮喜欢的 特别是在私密处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很闷 女孩子很容易闷 当然穿牛仔裤 或者你穿裙子 还要加安全裤 然后像医师讲的一样 你还要再加一层 潭腻袜 就会更闷 那我选择它呢 它可以在你的肌肤表层 形成一个长效的水的薄膜 然后可以减少你的水分的蒸发 然后就会让你的肌肤 有更保湿的感觉 你不用再额外保养了 洗一罐就搞定了 所以我就会特别使用这一种东西 这款我有用过 我喜欢你刚刚讲那个凉感 而且它的凉啊 是栩栩风吹来的凉 不是你吃了空气 然后你吹个风 就感冒的那种凉 对 你要的也不是那种 冰到脑门的凉 但是夏天用它 会真的觉得很舒服 没错 没错 好啦 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我们从洗脸正确的步骤 还有洗法怎么样才可以避免 在夏天出油 闷出了毛囊炎 甚至连私密出都交给大家 但是身体它这个大面积的 一定也要好好的保养 我知道夏天大家都会说 我不想擦乳液啊 好黏喔 可是 要不然 真的不行耶 夏天露出度那么多 对不对 你知道常常展露一些小性感 万一出来的全部都是 这些很粗糙的肤质 怎么可以 还会有一点一点的小颗粒 都不OK 那医生刚才有跟我们 特别分享啊 最好就是加了一些 水洋酸的产品 像是这种 这可以说是 对 很多新娘 六月新娘 开始热了 可是要美美的出息怎么办 你的后背 常常会有很多很可怕的痘痘 对 很多都是靠这一罐 就可以解决它的 然后最棒的是 我也觉得 因为它没有什么特殊的香味 所以你后续再去加你喜欢的香水啊 或是你喜欢的香气 都是OK的 你不用去拘腻在 它自己本身的香气上面 意思是除了我们刚才自己讲的 这些居家 可以做到这么多的保养以外 很懒的人 他还可以寻求 有怎样快速的方式啊 当然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懒人不长痘痘 或懒人变瘦的方法 各种都有 那一般会来寻求医美 就是说 它可能目前的保养状况 虽然都很有效 但它可能会很贪心 想要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那或者是说 像在痘痘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产生了一些痘疤 然后那些痘疤 并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消失的 对 那想要寻求塑效的方式 那就会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来找我们 这听起来非常迅速 然后懒人就只要躺在那边 让医生帮我们 顾得美美的就好了 假如懒人 我好心虚啊 还是你就去找一下医师 你可以更加加速这个过程 更加加速这个过程 所以除了自己居家保养之外 当然也是可以寻求 专业的这些见解还有帮助 那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潮姐的体验 潮友的烦恼 潮姐来解决 大家好 我是美妆甜心 乔乔 刚刚在彭奈友提到 夏日肌肤保养的问题 其实啊 对于肌肤伤害最大的元凶 其实是熬夜 你们有所不知 每天晚上11点到早上的5点 都是我们关键的代谢的 最佳黄金时间 我相信很多人 在这个时间都没有睡觉 对不对 熬夜会让我们造成肌肤暗沉 以及新陈代谢下降 还有缺水等问题 今天就由我带大家去询问 专业的医师 该怎么整住我们的熬夜机 今天要拜访的这位医师 上次录影 我就成为他的铁粉 他对于肌肤状况 以及包容都非常有一套 相信今天的问题 一定难不倒他 欢迎林培蕾医师 大家好 我是林培蕾医师 大家好 我今天有一些问题想要问医师 像熬夜会造成对于肌肤 有什么样的伤害呢 因为熬夜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 会影响到我们的荷尔蒙 所以当我们荷尔蒙分泌 雄性素增加的时候 就会导致了皮肤的油脂分泌增加 然后进而也会让 角质层的代谢比较不正常 那油脂增加加上角质层代谢不正常 这两个就造成了粉刺的一个产生 那如果这个粉刺产生 再经过一个细菌的感染 就会恶化成为痘痘 那也会因为这样的过程 变成那一种大门痘对不对 也是有可能 再来熬夜的话也会让女生觉得 特别是有上妆的女生 可能就会看到会有卡粉的状况 或者有脱屑有脱皮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是非常的困扰 天哪 那熬夜造成的粉刺跟痘痘 可以用深层清洁来改善吗 因为一般油脂分泌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我们要把皮肤洗得很干净 对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会用一些 过度清洁 比如说或界面活性性太强的东西 来清洁脸部 所以导致油脂的分泌 暂时是可能我们洗完之后很干净了 然后反而因为这个干燥了 造成皮肤防御性的更多的一个 粗辱的困扰 然后再来因为角质代谢不正常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那我皮肤这么粗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使用一些 物理性的去角质的产品 来清洁我的肌肤呢 所以因此也有可能造成肌肤的第二次的伤害 一般的观众都会有个相反 是我洗得越干净 我越不会长痘痘 所以就越洗越薄 然后我们发现 怎么洗了之后 变成有更多的闷痘出现 所以是因为这样子导致的吗 所以其实皮肤最佳的状况 并不是没有油脂 而是要有水平衡 那想要问医师 深层的清洁有没有什么 脂肪的Paybook可以透露告诉我们 深层的清洁的话 当然如果每天如果都有在上妆的话 那其实卸妆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彻底 那卸妆彻底之后 那之后清洁完一定要上保养品 那达到有水平衡的一个状况 所以像有些女生 如果她们可能比较累男的卸妆 会不会对肌肤很伤 那当然不行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在脸上的话 它可能会对皮肤产生一些刺激 那这样子就会产生一些发炎 并且恶化皮肤的一个状况 那这样子肌肤要怎么样 可以比较改善的比较快速 因为现在的人都要求要快 一般如果这样子的话 除了自己个人的清洁保养以外 如果还很不放心的话 那我们可以建议 有一些仪器也可以辅助 达到清洁跟保养肌肤的效果 比如像是海飞秀 那最近就非常流行 我有听过想要问医师 海飞秀是什么 海飞秀它其实是一种仪器 它有分一二三三道步骤 那在第一道步骤的时候 它有一些特殊的酸类的保养液 它可以让肌肤清洁 然后并且让角质比较软化 那接下来第二道的时候 我们就会利用吸取的方式 那就把脸上的粉刺跟脏污 都吸取下来 第三道的手续就是可以在清洁完的肌肤上面 利用仪器产生负压的原理 在毛细孔撑开的同时 把保养品注入到皮肤的最深层 一般都会使用比较多的玻尿酸保养液 达到油水平衡的一个状况 那想要问医师是做这个疗程 会不会需要有恢复期 以及会不会有什么风险 这个疗程基本上非常的安全 而且做完之后 它是可以直接去参加活动的 这么好 所以在国外它会被称之为 那这样如果说我今天可能上午 想要去做这个疗程海飞秀 我下午可以直接露营吗 当然没有问题 这么好 做完之后就可以直接上妆 对 很方便 所以一般在操作的过程 除非说皮肤有很严重的 发炎的大痘痘 可能才比较不建议 一般在执行之前 都会先让医师看过皮肤的状况 确定是OK的才会放行 所以不用担心 那您医师这样子 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做 这个海飞秀呢 我觉得特别像是夏季 皮肤处有很厉害的人 或是说它粉刺非常的多 角质层非常的厚 那这种就蛮适合的 敏感肌可以吗 敏感肌的话也没有问题 比方说敏感肌 会有一些 比如说色素沉淀的 对 或是有一些泛红的状况 那其实因为在海飞秀的保养之后 它会针对不同的肤矿去建议 不一样的一个安品做一个注入 做完疗程之后 然后回家保养 大家需要注意到什么事 做完疗程的话 如果回家之后 当然 还是需要进行日常保养 对 对 然后再来就是刚做完海飞秀的时候 因为皮肤会比较 角质层会稍微比较薄一点点 所以建议防晒的这个动作 一定要非常的加强 那这样子是不是做完保养之后 可能我们的保养像什么酸类啊 或是说是某一些比较敏感成分的保养 就先建议不用 其实还是可以进行的 都可以进行啊 都还是可以进行的 这样还蛮特别的 只是说一般的自己本身的酸类保养 可能在使用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到 就是说上面的建议使用量 对 一般大概市面上可以 买得到的产品 大概都不至于说产生太大的问题 一般时候大家都会觉得 运动伤害会想去看骨科 或是复健科 所以运动伤害来 使用英特补也是可以的吗 这也是可以的 因为很多的复健科诊所 它可能也会配备 这样子的一个仪器 那甚至有一些中医诊所 他们也会配备 这样子的一个仪器 刚刚有跟医师聊到 就是可能是熬夜 会让肌肤的代谢力下降 这样子可以靠保养品 改善这个问题吗 那保养品的话 大概会让我们的皮肤 等于处于一个 比较有抵抗力的状况下面 比较不会有像是一些 湿疹或是敏感肌的状况发生 但是保养品的部分 因为身体有时候 如果是因为新陈代谢变慢 然后导致的暗沉 然后这个部分 可能会希望能够 加强身体的调理来进行 因为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我觉得代谢真的有下降 不管是可能体态 还是肌肤都有下降的状况 那这样医生 有没有一些小秘诀 可以告诉我们 比方说 那我们都知道皮肤的代谢 大概是以年轻的时候来说 20岁的时候是28天为一个周期 对 那我们年纪渐渐增长的话 当然这个皮肤的代谢会变慢 真的喔 会因为这样子变慢 会因为这样子变慢 脚质肾代谢会变慢 那当然我们会比较鼓励 就是要提升全身代谢 当然就是固定的运动 这是必须的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饮食的部分 要注意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个人觉得 如果是你要短时间 暂时性加速新成代谢的方法 那其实像是泡汤啊 或是像是吃一些比较辣的东西啊 姜汤这一类也是可以帮助肌肤新成代谢的 吃辣是真的可以加强新成代谢 让肌肤更好吗 因为吃辣的时候 其实会加速我们的一个血液循环 所以吃辣的时候 有时候会发现我整个脸 会变得比较红一点点 或甚至有点出汗的状况 这就是我们身体的新成代谢 有增加的一个情形 但一般民众可能听到 都是觉得吃辣好像会 啊 长痘痘啊 或皮肤更不好耶 这个当然要考虑每个人的体质 所以那个说是 个人有时候会觉得母酱还不错 但是可能并不鼓励每个人 都照着这样子去做 那但是要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有健康的身体 才会有漂亮的皮肤 我个人也会使用英特波 作为我身体的例行性保养 英特波是什么 它是利用什么样的原理 可以让就是细胞更加加速代谢 英特波是来自西班牙的 一个很特殊的仪器 它是利用448kHz 这样子的一个中周波 来跟身体的细胞产生共鸣 所以让身体的细胞 在这样子的一个波长下面的话 它比较容易能够加强它的离子的一些代谢 加速血液循环 然后应用在表皮的部分 它也可以促进表皮的纤维母细胞 产生胶原蛋白 所以它在使用上面的话 其实是有好几种不同的模式 它有非温的模式 有温热的模式 也有加热的模式 那一般在国外是使用在 运动员的运动伤害上面 可以加速组织的修复 它很方便耶 所以它不会很烫吗 它不会很烫 它其实在操作的时候 在温热模式的话 它大概只会比体温稍微高一点点 因为大家其实听到波类的都会很怕 像什么波啊 电波啊 我会想要了解 就是英特波它的疼痛度是大概 好 那像英波跟电波 其实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那真皮层必须被加热到特定的温度 才会导致就是线维母细胞 大量产生胶原蛋白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像电波 我们有时候必须要操作到 大概真皮层的温度在55度左右 那英特波因为它只比体温稍微高一点点 所以它比较有点像是一个 温热疗法的一个概念 所以可以让肌肤可以整个可以满放松的 所以有点像是一个深层的SPA包样 想要询问医生什么时候 比较适合使用英特波呢 其实英特波可以使用来治疗运动伤害 因为它可以加速组织的修复 进而调节身体的状态 因为一般时候大家都会觉得 运动伤害会想去看骨科或是复健科 所以运动伤害来使用英特波也是可以的吗 那也是可以的喔 因为很多的复健科诊所 它可能也会配备这样子的一个仪器 那甚至有一些中医诊所 它们也会配备这样子的一个仪器 那英特波有特别适合哪一种肤矿的人 以及哪一种人是真的不能打的吗 英特波的话 其实我们在例行的使用上 大概有几种不一样的模式 比方说我们会使用在手术之后 加速组织的修复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也会使用在 就是比方说如果是希望皮肤比较紧致一点点抗皱的部分 那我们也会使用在脸部这些地方 那当然还是有一些人是不太适合 英特波这个疗程的 比方说像是如果身体里面装有电子节律器 或是身体里面因为外伤导致有一些金属的植入物 那或者是说皮肤上面大面积的有一些烧烫伤 或是一些 对 或是一些比较严重的伤口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比较不建议使用了 那英特波还可以用在哪一些地方呢 其实英特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 它还可以调整内脏脂肪 所以像是产后妈妈的肚皮 还有有运动伤害 那或者是说久坐 然后身体循环不好的人 也非常适合进行这个疗程喔 好多功能喔 天啊 因为循环跟内脏脂肪好像不太一样耶 那在操作之前 其实我们也会了解就是不同的人 他想使用这个部分的特殊目的 然后在医师的一个诊断之下 才会建议这样使用 我也想要问您医师 如果像我啊 有一些肌肤状况的问题 来这边咨询 你们会从哪些方向给予我们帮助呢 一般上来到诊所的人 当然就是形形色色的各种的问题 那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就是先帮助他厘清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那找到一些问题之后 然后才能够去针对他在意的部分做改善 然后进而提升肤质 所以我们有一个全平衡肌肤涵养的管理方式 主要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帮助不一样需求的人 来找出问题从内到外的解决 比方说如果是美白的需求 跟抗皱需求 或是痘痘肌的需求一定不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客制化的去规划每个疗程 那第二就是我们以一剂为一个里程碑 来检视我们这一些治疗 到底有没有达到理想中的一个改善 一剂 一剂一次 就是三个月 每三个月就要检查一次 原来是这样子 对 所以当肌肤变漂亮 人也会更加有自信 很谢谢林医师今天给予我们这么多的新知识 但是建议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还是记得去询问专业的医师喔 在工作繁忙之余 还是要记得照顾好我们的面子 祝我们都能成为内外兼具的超友 最后还是要谢谢我们的林医师 疫情肆虐之下 虽然大家长时间都要佩戴口罩 但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觉得说反正我戴的口罩什么都遮起来 疫情总归是会过去的 结果大家摘下口罩那一刻 每个人都美 你独斗 是绝对不行的啦 请大家一定要听进去 今天两位潮友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很棒的产品 还有很棒的知识 那请大家接下来要继续锁定 Yes 潮友星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yes 潮速报 风格生活一把照 他其实我两个月前就要他了 然后他那时候他真的很难得答应 因为他平常真的不答应 他很多他都退掉 那这次可能是因为是我的品牌 所以他愿意答应 可是因为我跟我妈就是 常常会 鬥啦 跟吵架 就是 然后这中间呢 吵过好几次架 我速度都觉得完蛋了 我应该要赶快跟我的公关说 他那天不会来 跟我比起来 他真的比较注重保养 然后他常常就是会 盯着我媒体的路出 然后会 跟我說你最近 哪里怎么样 哪里怎么样 很严格 我每一次做完任何活动 或是拍完任何照 我就要收到他跑骂我的讯息 他最近 他比经纪人还严格 那今天他的状态还OK 不是 他今天状态 我要赢他就好 他之前交接的时候 跟彩妆士讲的第一句话 就是说 比他漂亮就好 其实每一款都是我宝贝 所以对我来说 我会每一款都很喜欢 但是妈妈她是旁观者 所以她就会比较不一样 而且她对香氛都是比较敏锐 那她讲的意见 我就会很重视 因为就会觉得 好像是 一个考试的感觉 对 所以 这次的是她比较喜欢 我觉得我们现在 共同的话题 应该就是 狗 嗯 第二个就是 我跟他订东西 有人要 还有我自己要送人 对 这个比较 比较长吧 对 她每天都会传她跟狗狗的 互动影片 跟照片给我看 因为她没有办法享受 这种温馨 对 所以我故意炫耀她 因为我就都在外面忙 然后她就觉得 她有那么多狗 可以陪她很幸福 没有 说我送她 我其实会很想到 就是跟她吃饭而已 因为就像我 我刚刚讲的 因为妈妈标准真的很高 我很怕送错东西 所以我有点宁愿 就是让她自己去买 然后但是 好巧不巧 其实是近几年 母亲节都是她送我的东西 对 因为我的生日 因为我的生日 跟母亲节很近 然后我生日她没有送 然后就已经接近母亲节了 然后就会说 要不然去逛街 然后她就会买送我 因为她很觉得我赚钱很辛苦 就也不好意思让我花钱 终于说实话 各种 各种事情都可以吵架 每天 就是像我 比如说她要起床气的时候 跟她讲任何话也会吵架 即便说要请她吃饭 她也会说 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 就是这个时间 你以为我有胃口 我是有胃口 我吃得下 或是如果你想要 请她吃的东西 她也会说 你不知道我几岁了吗 吃这个东西 我可能胃会不舒服 然后就也可以被她骂一顿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真的很危险 妈妈会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但她永远不知道 妈妈喜欢吃什么 才是重点 叫她帮我带一下狗 然后出去她都说我在哪 没空 就是没空 就这样 没空 就真的很生气 好生气 非常 真的非常 我受不了她 但就是 她在生气的时候 她就会说 不要烦我 她就会突然说 不要烦我 会很可怕 没有 我叫她住口 住口 对对对 住口 我帮你修饰一下 你要自己讲 我不要跟她说住口 住口 兇狠 呱 店 人 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